此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跟花店老板调情 就为这事儿 我查了他三年 在我现行又一次 吓到他新带来的男人时 男人吓得瑟瑟发抖 你家闹鬼 他见怪不怪地笑道 嗯 还是个色鬼 男人大叫了一声有病 就跑了 柳如烟贴心地送到门口 不再做作 他挺善解人意的 男人早就被吓得花容失色 哪能听他说什么 只能羞恼着大骂 我去你马的不是 带我来看你家猫翻跟头吗 柳如烟浅笑一声 关了门 转身看到眨毛的我 一点都没有看见脏东西的自觉 这个月第几个了 他的声音显散 好像一点都不闹 第三个 我得意地说 柳如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把我的魂魄都弹了起来 张万森 你要我守寡 柳如烟指了指自己 守寡三年了 我不以为意 你瞧你现在多精神 哪像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放纵得很 他哼笑一声 身体是有劲 就是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我不置可否 柳如烟以前可浪了 换男朋友那叫一个情 毕竟长得漂亮 又有钱 在我最动情的时候 他严肃地告诉我 我不可能结婚 也不会只对你一个人动心 我奉行及时行乐 我不会对任何人负责 他冷静又放纵 但令人咋舌的是 他却跟我分分合合 纠缠了两年 故事是在那片血腥的 红染红了泥泞时 戛然而止的 棍棒的闷声 是我听到最后的声音 在我被殴打之前 我提前将手机隔世话 而最后一条发来的消息 不是柳如烟的 而是朋友发来的照片 柳如烟捧着花 而那个花店老板 正笑着看他 果然 浪子怎么可能为我回头 最后一丝意识消失之前 我还在想 柳如烟要是知道 我死了的话 还有没有心情 跟花店老板约会 柳如烟将茶几上的 白玫瑰拾起 小心翼翼地 将它们插在花瓶 再喷点水 水珠滴落在花瓣上 娇艳欲滴 在我死后 他常买花回来 当然不是因为我 主要因为花店老板 实在太帅了 他好借着买花的理由聊他 可能是觉得晦气 聊到老板那天 跟我死掉那天壮日子了 所以不管老板怎么主动 柳如烟也没碰他一根汗毛 柳如烟满意地碰了碰玫瑰 顺便叮嘱我 你音气重 靠花瓶进点 温度低不容易枯萎 你是懂物尽其用的 我生气 周围的温度骤降 柳如烟满意地不行 想不想买衣服 我给你烧下去 毫无人信 不过正是这一点 才让我成了最体面的 我那些死鬼兄弟 非常羡慕我穿大牌的高定 柳如烟跟着我的指示买衣服 晚上才回家 他将火盆拿到槐树下 仔仔细细地把衣服烧给我 顺便还烧了点纸钱 黑烟飘出来 呛得柳如烟都睁不开眼睛 路过的人看到 怒骂 哪个杀千刀的在这烧东西 柳如烟咳嗽几声 道 大爷 不好意思啊 我给我前男友烧点东西下去 一会儿就好 那大爷还想继续教育 一个大妈走过去劝住他 别说了 姑娘长得挺漂亮 就是前两年他男朋友被人打死了 死得可惨 现在都说他疯了 好几次看到他跟空气说话 哟 野怪可怜 可不是吗 相亲的人都看不上他 我的手指搅在一起 柳如烟倒是很平静 充耳不闻 我有些难受 柳如烟明明老吃香了 柳如烟 我们走吧 他掀了掀眼皮 快烧完了 你收到了吗 嗯 刚刚应间快递点给我签收了 他笑了 那就好 柳如烟醒来的时候 眼角带着泪痕 他红着眼 哑声道 张万森 我正式穿着衣服呢 看到我之后 柳如烟又躺下 闭眼 手臂掩在面上 呼吸中了几下 然后趋于平静 把小香风外套穿上后 我在柳如烟面前转了两圈 好看吗 他抬眼 在阳光下 他的瞳孔趋近于空灵的浅踪 声音戏谑 带着笑意 不穿更好看 我休闹 你说什么呢 他笑了声 只看着我不说话 我无奈到 后天我生日 知道 你去我坟前祭奠一下呗 他不打 我择了一声 柳如烟 我将手放在胸前 比了个高度 我坟头草都三尺高了 你一次都没去看过 柳如烟确实够狗了 我是个孤儿 平时跟别人交往 也不甚热露 警察最后找到 能认领我尸体的 只有柳如烟 我笑了 没想到送我最后一程 的是柳如烟 他是在太平间 认领我的尸体 其实我死状满惨 头被打破了 身上也有很多愈痕 那时候的他还看不见我 我看到他拿着白布的手 颤抖了一下 警察给了他一些时间 全部退出去 毕竟我俩也是睡了三年的交情 许久 他用食指刮了一下我的鼻子 说 不知道你是不是死得起诉 空旷的房间里 没有人回答他 他冷静地跟警察 交代了我的身体 他喜欢粉色 他的职业是记者 他的虎口有一颗小痣 我是他男朋友 不是丈夫 我们并没有建立 合法的同居关系 说来好笑 柳如烟一开始就告诫过我 不要在我身上 找任何的安全感 我没有那东西 也不要试图用爱感化我 我永远不可能结婚 所有的人都以为 我们不能长久 但他却成了最了解我的人 他的眸子空洞 薄唇陈述着我生前的爱好和习惯 我心想 他到底知不知道 我最喜欢什么姿势 还有一点 我不得不吐槽 柳如烟 你装都不装一下吗 你这么冷静 警察不会怀疑 你跟这次的凶杀案有关吗 可我的顾虑在活人的世界里 简直多余 说到最后 柳如烟的姿势 由靠着一背道微微向前倾 手指交叠 我想看一下事发时候的监控 柳如烟看完就走了 再也没去过警局 也没有来见我 山不见我 我自去见山 我看到他辞职 自然也不是为了我 而是他要创办一个公司 做投行当然挣钱 但是柳如烟更想做一个老板 公司创立初期 总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他连我的葬礼都没有出息 我十分理解 殡仪馆的人时不时跟他确认一些费用 他每次都说 用最贵的就行 他大概不知道 他最迷人的时候 就是这么毫无人性的时候 但是这三年 都没人给我扫墓 我有些委屈 柳如烟不吃这套 我雇了人去给你扫墓的 还给了很多钱 我吃笑 你把那工资烧给我 我一阵阴风就能给他全扫干净 他勾唇 一会儿给你多少点 伸不去 我恶狠狠地伸出三根手指 三年了 你都不想知道我的长相有没有什么变化 他听着好笑 你能有什么变化 变老了 他否认 不会 你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 这话说出口 我俩结实一愣 其实也没说错 我三年前就死了 死后的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 可惜 我永远没有26岁了 气氛凝滞下来 柳如烟问我 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不太好 怎么个事 我惆怅得摇头 那天有个女鬼跟我搭讪 差点答应 结果她喝了梦婆汤 转头就不认识我 我比了个中指 你们女人都这么坚妄吗 她答非所问 所以你背着我找女人 我不遑多让 你不也背着我找男人吗 半斤八两 柳如烟笑着摇头 我可都带回家给你看了 我不谢 不过好奇 你手挂三年 真没什么想法 她白烂地摁了一声 看片都没想法了 我斜笑着挑开我第二颗扣子 对她挑眉 看这个呢 她瞥了眼我那一亩三分地 这什么 桃树之蛆鬼呢 我气得要走 柳如烟下意识想来拉住我 可是手却从我的身体穿过 她有一瞬的失神 很快恢复过来 我去还不行吗 去给你扫墓 给你带点炸鸡 我立马变成星星眼 还想哈啤酒 她笑了一声 行 叮咚一声 柳如烟的手机 推送了一条社会新闻 三年前恶意商人事件 亦参与者出狱 还配着一张穿着橘红色球服 替着平头的男性照片 可含着烟 星红的火光在她唇边 呼出一道灰色的烟雾的模样 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我钻紧手心 不想在柳如烟眼前试探 我潇洒挥手 先走了 去哪 别这么黏人 我可不是闲鬼 别把死鬼不当鬼看 我也是需要睡觉和工作的 柳如烟不知道 我每天守在她身边 也是要耗费很多精力的 每次在她身边待一段时间 我就要回坟墓休息 毕竟我的骨灰还在那里 每天看着老大爷来扫墓 还跟我讲 他跟食堂大妈的夕阳恋 这堪称酷刑 这些事情都没告诉过柳如烟 他不太想来看我 老大爷是唯一一个 跟我说话的活人 还是别让柳如烟 剥夺这个权利吧 不然我将会无聊死的 月光笑我和她前辈 一起分享祭品 张万森 你还不投胎吗 我咬了一口蛋糕 自顾自地摇头 不投 为什么 你不也没投吗 他笑了 为了看那个渣女 跟她的白月光怎么纠缠呢 笑死了 梅吉伯死之后 那个渣女幡然醒悟 发现最爱的是她 整个人都是疯魔的状态 梅吉伯迟迟不走 就是为了看醒 那个渣女有一点好 就是也给梅吉伯烧奢侈品下来 那你呢 因为什么 你不会是想看那些 打死你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吧 什么下场 有权有势 出了事也能让别人顶报 不用受一点牢狱之灾 坏人总是活得长久 上天真是不公平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死 呼啸的风 让寂静的墓园更显痛狂 我只是不放心一个人 我淡淡的 夜晚的墓园没有人 因为活人只会在白天 有温暖的阳光时祭奠故人 而我 一只鬼 只会生活在黑夜里 我接受这个事实 柳如烟也同样应该接受 你不会是说你那位前女友吧 你不是说她还照样酒吧蹦迪 过来人说一句 人这种生物 看得很开的 你可能没想象中那么重要的 梅吉伯的话不是蛙子 主要我们做鬼的 不能在人间飘荡太久 不然会逐渐消散 记不起来去黄泉路的方向 我最近记性就有些不好 如果为了不值得的人 在人间游荡 代价太大了 但是柳如烟值得 她值得 为了确认柳如烟不会反悔 我特地赶回了她家 今天她没有上班 穿着白T和灰色的运动裤 只是最简单的造型都让她没死 我有些恍惚 今年柳如烟都31岁了吧 怎么一点不见了 还是那么漂亮的 她正坐在沙发上打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男生 我抿了抿唇 我没让柳如烟看见我 静止溜到她身旁坐下 男人的声音很温柔 像是泡在泥水里的冰糖 那你这次要什么花泥 我给你留最新鲜的一束 我挑了挑眉 看来是花店老板 那头继续说 或者我给你推荐一种新的花菜 很适合放在室内 就是花语不是我想你的意思 柳如烟打断她 声音里没有任何波澜 这次不是放在室内 我要去墓地看她 花店老板大概是觉得自己说错了话 有些歉疚的愣了是 说不出一句整话 柳如烟开口 不好意思 事先没跟你说清楚 没事 那么我给你包一点适合鸡垫的花 你比较倾向菊花还是百合 或者不用 给我包一束茉莉吧 我抚了抚她的脸庞 陪她坐了一会儿后 我重新走到窗帘那里 整理好情绪 对她吹了声口哨 调戏她 美女一个人在家吗 柳如烟偏头看我 嘴角勾起懒懒的笑 嗯 不过我老公很快回来 男人 我们得快点完事 我粘起肩上的领口 往下滑 对她搔手弄姿 那得赶紧了 你也不想让你老婆知道吧 柳如烟闭上眼睛 嘴角挂着笑 张万森 别玩我了 我重新坐回沙发 你明天会去墓地的对吧 她常常地摁了一声 也许吧 什么叫也许 是一定 我强调 她闲散地靠在沙发背上 头痒着 柳如烟鼻梁高挺优越 侧脸堪称完美 猴姐滚了一滚 才懒洋洋地向我保证 嗯 一定 那就好 柳如烟闭着眼 不肯看我 柳如烟 我叫她的名字 嗯 她硬道 你爱我吗 她脱口而出 不爱 我沉默了 张万森 柳如烟的声音低沉 嗯 她仍旧闭着眼 睫毛却有些湿润 嘴角颤抖着 你可以多问几次 我在墓地等了许久 从白天等到黑夜 柳如烟没有来 我没有去找她 我想 她来去自由 就算是不来 我也不怪她 生日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蜷缩在角落 天空已经下起了雨 还伴随着打雷的声音 大概不会来了吧 这么大的雨开车不安全 可还是来了 柳如烟融进夜色里 穿着黑色的雨衣 打了一把黑色的伞 唯一纯白的 是手中捧着的那束茉莉花 明明没有来过 却精确无误地找到了我的坟墓 她的皮肤冷白 脸颊不知什么时候 划了一道细长的血痕 尚且没有结痂 骨相分明的手指 捏着那一束茉莉花 轻轻地放在我面前 从雨衣遮眼的衣服里 拿出了炸鸡 我去得太晚 打烊了 让师傅现做的 还没有冷 我没有回答她 她也不知道我在不在 她将雨伞放下来 让雨水不至于滴落在茉莉上 这样她才不会枯萎 破败和腐烂 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送你茉莉 我边流着眼泪边吃炸鸡 她依靠着我的墓碑坐下 一条腿举起 手搭拉在膝盖上 雨水落在她的脸上 她也没有擦拭的意思 打开酒瓶喝了一口 然后将剩下的酒液稀数 撒在地上 张万森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茉莉 毕竟在你活着的时候 我没有送过你什么话 喜欢的 我很喜欢 不过我想你应该是喜欢的 不然怎么会第一次 跟我搭讪使用了这个名字 想到那段陈旧的回忆 我也不自觉笑出声 当时完全是缠柳如烟的身子 所以在她问我叫什么的时候 随口呼舟了这个名字 你跟我说你是孤儿 我也几乎可以算是没有父母 所以某种意义上 我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没错 柳如烟养的头 眼眶被雨水砸得泛红 张万森 你死得太早了吧 我还以为以你这样 什么都不在乎 活得没心没肺的人 会长命百岁 所以是人生无常吗 没人回答她 我也没有 她偏头 颓废地看向我那张 黑白的带着笑颜的照片 她深吸了一口气 双腿起半跪在我眼前 纯黑色的眼眸 似乎是想透过那张照片 看向我 我攥紧了手掌 柳如烟用指尖 擦过照片上的领夹 张万森 你安息吗 接下来的几天 我没有再去找过柳如烟 我的记忆有些混乱了 得在墓地里好好休养 梅基伯来找我 我要去投胎了 我笑着问她 你想通了 嗯 该放下的 不该放下的 都要放下了 投胎后好过新生活吗 什么时候 就今天晚上吧 我颓丧地点头 好 记得来送我 当然 我送梅基伯的时候 去黄泉的门踩开 梅基伯抱住我 张万森 早点放下来 我正想跟梅基伯告别 眼前的一幕 却让我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是那个人 刑满释放的人 是他指使那群人打死我的 却因为当时下着雨 且销毁了一切 有关他们的证据 才把这件事情 定义成恶性斗殴 再加上各种关系的打点 他就只被判了三年 而其他混混 倒是该怎么判就总判 我的眼里竟是不可置信 那人穿着长服 还是著名的运动品牌 看起来出狱后的生活 也十分滋润 我本以为祸害一千年 可为什么会在这里看到他 我记得他叫王月 死后的鬼魂 最开始会保留着死状 而王月 可以说是十分惨 不像是意外 倒像是人为 梅吉博推了我的肩膀一下 却将我推了个裂起 张万森 你怎么了 我也没用力啊 一个可怕的想法 在我脑海里产生 壮大 我捂着心口 眉头始终紧皱 我蹲下身 心脏像是被一双 无形的大手撕扯成碎片 眼泪如同汹涌的潮水 甚至说不出来一个整话 只能叫着一个 我烂熟于心的名字 柳如烟 你怎么了 梅吉博声音交集 是柳如烟呢 是柳如烟呢 所以他才愿意来看我 所以他那么晚爱 他受伤了吗 他有没有受伤 所以他才问我是否安息 柳如烟 我从未安息 找到柳如烟的时候 他正摆弄着他的电脑 看到我的时候 像个没事人一样对我笑 这么多天不来 是去做什么了 哪个女鬼跟你搭讪 你杀人了吗 我强行打断他 他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你不在这几天 我的感情生活 确实顺利了不少 柳如烟 我咬字清晰 一字一顿地叫着这个名字 他近声了 我在问你 你杀人了吗 我的尾音甚至带着颤抖 我无法想象他的答案 他看向我 是 刚出于那个 我的眼泪在一次无措的涌出 声音里已然带了哭腔 柳如烟 为什么呀 你以后该怎么办 他因为我杀了人吗 他明明是一个前途坦荡的人 却因为我成为了杀人犯 柳如烟轻声开口 这只是开始 我不住地摇头 不要再做其他的了 如果你被抓了怎么办 眼泪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柳如烟的脸庞 也变成了散碎的斑点 柳如烟 你应该放下的 我也已经接受了我的死亡 你应该 心痛到不能直立 我哭着哀求他 你不要困在过去 你至少应该好好生活 去工作 去恋爱 至少不要因为我身陷这网泥潭 柳如烟的舌尖舔了下唇角 本想强忍住的泪水终究还是滑落 张万森 你知道吗 他不再挣扎 看向我 我与他对视 他掉下一滴眼泪 他穿过我的手掌 明明感觉不到 却觉得滚烫一场 你遇害那天 我本来打算跟你求婚的 我挣住 随后痛苦地垂下头 我们明明只差一点 就拥有对方了 他用手划过我的脸颊 却因为触碰不到 便抓了个空 随即皱眉摇头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连想给你擦擦眼泪都做不到 为什么是你 他的声音悲痛 为什么一定要是你 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颤声道 你打算怎么做 他倾笑 将一个优盘拿出来 至少 先把这一切公之于众吧 你怎么会找到的 这个优盘 是我在搜集证据时 所有的资料汇总 一份关于资胜集团 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数据之庞大 内容之黑暗 足以将一个强大的集团打倒 但中间也会面临重重阻力 我的死亡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这份资料除了我没有人见过 在调查之前 我就已经找借口跟柳如烟分手 可我没想到 他会在那棵槐树下找到 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他的眼睛里有闪亮的光点 亲爱的 你知道我想自杀的事情 不也没找我谈过吗 我垂下眼眸 不是只有嚎啕大哭的痛苦 才叫做痛苦 柳如烟一直清醒地痛苦着 其实最开始 我确实想陪他一段时间就走的 我看着他创办公司 看着他越来越好 他是天才 是佼佼者 不管做什么都能够做好 可每天晚上的失眠 和心脚痛无不张试着 我的死亡对他的灵耻 然后继续麻木地工作 我以为时间会抚平他的伤痛 直到我看见他开了许多安眠药物 在他准备自杀的那天晚上 有个女生十分热情主动 甚至想要跟他回家 就我看着他冷漠地拒绝 我终于陷了行 吓跑了那个女生 并且对柳如烟做鬼脸 我以为他至少会吓到 但他没有 神色如常地对我说好久不见 现在想来 他恐怕在心里 演练过许多变我回来的场景 虽然刚开始没有任何波澜 但枕头上的湿润出卖了他 柳如烟 爱哭鬼 你能全身而退吗 他摇头 不能 我啜泣地垂下脑袋 就不能放弃吗 也不能 我抿着嘴唇 说不出任何话语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 不知道 他娓娓道来 你是孤儿 很费力地考上了大学 学习了新闻传播 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是我最开始爱你的时候 我还记得 第一次见面是在酒吧 纯属荷尔蒙的碰撞 第二次见面 是因为我去暗访连锁酒店 采用地沟油的时候被人发现 被打手追得四处逃窜 是柳如烟救了我 那时候年轻 做这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所以也及时行乐 柳如烟的身子 姐很喜欢 她了解到我的职业 问我 这么危险 你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是那时候对她有好感的 她没有像别人一样劝我 小姑娘 不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是个女生 记者这种职业 对你来说不太安全 去做个娱乐记者 那个才适合你 而是真诚地问我 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她尊重我的职业 因为 新闻事业是人民的耳目喉舌 如果一定要有人承担这份风险 那么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热爱这个行业 或许因为始终截然一身 没有盼头 我洒脱地说 真的遭遇危险的话 我希望我死得其所 柳如烟看着我 眼神是前所未有的温柔 所以这份资料不曝光 不解救那些受害者 你会遗憾吗 张万森 我希望你死得其所 更希望你灵魂安息 我才知道 柳如烟为了这一切 筹备了四年 或许中途想要放弃过 爱谁谁 却又因为我的再一次出现 重新燃起了斗志 所以还是我 推动了如今的局面 我成为了她活下去的理由 她职业是投行 用积累的金钱开了公司 转行做了新媒体 养了一大堆 拥有许多粉丝的营销号 还做了案 我看着她冷静地按下回车键 她提前录下的视频 铺天盖地地传播开了 我实名举报 资胜集团旗下的私人医院 爱奇医院借助职务便利 拐卖未成年少女 对其进行取卷 胁迫卖淫等非法行为 资胜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王胜在世开的夜总会 聚众吸毒以及赌博 打架斗殴 黑恶势力却还在滋生壮大 王胜藐视法律 随意杀人 四年前 暗访的记者几乎全部被杀死 却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罪犯依旧逍遥法外 甚至还有我撰写的新闻稿 以及大量的照片 可以说是惨无人道 我和同事暗访时拍摄下的照片 赤裸的少女们被关押在屠宰场 等待那些人将他们送往爱奇医院 这个集团早就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三年的时间 我本以为这些事情 不会再呈现在世人面前 自我死后 我已经快要接受了 以我的力量 根本无法做到连根拔除 我牵挂着那些无辜的人们 和深知自己的渺小 王胜指挥王月来弄死我们 自己却能享受着非法盈利带来的荣华富贵 怎么会不恨呢 可我更想让我爱的人好好活着 可柳如烟不愿意 太阳的营销号粉丝力量强大 短短半小时内就已经顶上了热搜 引发了名分 太远比我更懂怎么利用舆论 四年前 我将这些证据拿给熟悉的主编时 因为事件太大而被拒绝播放 我用自己的账号发布 却遭遇了拦截 还因为暴露了位置 被抓去折磨了一番 再被活活打死 可如今 因为事情的惨烈程度太高 许多媒体不再噤声 纷纷为此发声 民众请愿 彻查资胜集团 我终于知道 回不了头了 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柳如烟不停地接受采访 将证据备份交给警方 还遭遇了死亡威胁 看到那只血淋淋的断手时 她的手颤抖了一下 薄唇抿成一条直线 深呼吸着 我看得心疼 以为她有些害怕 不知道是在安慰她 还是安慰我自己 没事的 会没事的 柳如烟掉下一滴眼泪 在地板上见了一朵泪花 她的神情哀伤 我第一次看到她 那么悲伤的样子 张万森 你以前就是过得 这样的生活吗 在我们分开的那几个月 我愣着 那段沉重的可怕记忆 再次浮现于眼前 哪只是死亡威胁 还有被辟的恶臭照片 被寄到孤儿院 是院长对我的骂声 是晚上一个人在家 时被人砸破玻璃 是几个壮汉 让我交出证据时的无助 可我心里始终不平 所以坚持要曝光 我张了张纯 说不出话 柳如烟看着我 哑声道 傻子 却也流着泪 含笑道 我的莫里 是个很好的人 可是这个很好的人 连给你一个拥抱都做不到 整个流程持续了一年 柳如烟不停歇地 配合警察的行动 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王月是王胜的表弟 但是一直没被找到 被列到了失踪人员名单 柳如烟对这件事情始终沉默 警方的行动不断推进 但是这其中的势力旁登错节 哪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所以在王胜被人保释出去的时候 柳如烟在会所蹲到了他 他没有躲开任何监控 而是把王胜带到了一处郊外的救队 或许是有人报了警 柳如烟的电话被打爆了 他面无表情的关机 身后是数不清的工具 他打开他开发的app里的直播功能 人数暴涨 我想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上了热搜 他穿上去墓地找我时的雨衣 直播里的人数暴涨 我的天啊 他打算做什么 他不会要直播杀人吧 不要啊 再多等等 警方已经在查了 他的男朋友是被这个王胜找人打死的吧 但是这样就是杀人犯了 他也要被制裁的 王胜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五花大宝 先是破口大骂 柳如烟冲耳不闻 反而惬意地寻找趁手的工具 王胜怕了 我给你钱 我他妈给你钱 你别杀我好不好 他长得肥头大 求饶的样子也很油命 柳如烟十分利落 就往他的腿来了一刀 鲜血四剑 直播间也在此时被关闭 不过效果达到了 我说柳如烟迟早会查到他的 他明白我的意思 审判时间很长 我没有太多时间 你也没有对吗 我闽唇 是的 一点都不长 我快要消散了 王胜腾的惨叫 满头是汗 怒吼道 你他妈在跟谁说话 快放了老子 柳如烟皱眉 随即笑道 你会知道的 他慢悠悠地将一把锤子拿出来 而且你说脏话的样子真是 锤子狠落在王胜的嘴上 牙齿被打碎了几颗 与血肉混在一起 柳如烟用毛巾塞进那张臭嘴里 柳如烟锤眼 继续说道 真是让我很不爽 那一刻 我大概明白了 他开直播的目的 网络上的东西删不完的 总有渠道搜到 而他要做的是 利用这场直播将舆论推到顶峰 柳如烟被逮捕了 鄙视王胜已经是一具尸体 这种鬼魂 会不会下18层地狱 不过 应该会被受害的女孩 先撕成碎片碗 迫于舆论压力 警方受人民监督 一刻都不敢松懈 甚至有高校学生 自发举行游行 以还给被害者一个公道 为主题举行演讲 资胜集团一时间陷入了 更加翻涌的火焰里 而柳如烟 因为杀人的原因被关押戴神 我沉默地陪着他 柳如烟受了 可明明在体力和精力 都很疲惫的情况下 他的眼睛却很亮 像是一道身处黑暗的烛光 我将头须须地 靠在他的肩膀上 张万森 你看到了吗 我每天都在给他 汇报外界禁度 看到什么 这个世界 其实挺好的 正义的人特别多 外面的警察 还在逮捕那些犯罪的人 学生们也不是垮掉的一代人 他们心中充满热血与正义 而烂人 注定会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柳如烟看向我 宝贝 快要结束了 又过了一年 柳如烟的终审 是在一个冬日 在那之前 他说出了一个震惊警方的话 我还杀过一个人 是王胜的表弟 王月 柳如烟守法隐蔽 连我都不知道 王月被抛尸在哪里 警察对柳如烟的态度 也很复杂 我愿意带领你们 去找他的尸体 压柳如烟的警察 跟他很熟了 从一开始 这名年长的警官 就一直尽心尽力地办案 可谓是功不可诺 柳如烟给了我一个地址 让我去那里等他 一年前 我就订了一束花 让他今天给我送到那 你帮我监督一下 如果今天没到 记得去吓唬吓唬他 还是那个花店老板 希望他信守承诺 柳如烟带他们去找尸体了 我寻着地址去了那个地方 是一座小木屋 安静地待在森流里 里面的设施超级简单 一张床 一张桌椅 屋子被隔成两间 另一间是洗手间 有一套简单的 洗浴设施和浴缸 桌上已经有了 一束鲜艳的玫瑰 很大的一束 玫瑰的颜色浓郁 每一片花瓣 都呈现丝绒质地 恍惚间 我像是瞧见了 初见时的柳无烟 他穿着阿玛尼的西装 在卡座上闲适地坐着 不少男人上前跟他搭讪 但他兴致缺缺 修长的手指无聊地 转着酒杯里的冰块 我觉得他像极了玫瑰 傲慢地藐视一切 极致清醒又极致堕落 我喝了一口酒 走向他 他抬了抬眼皮 看向我 笑了一下 我的感觉向来不会错 花朵间有一张精致的小卡片 上面写着 To my little gentleman 是给他的小茉莉 花树下还压着一张卡片 看起来是那个老板写给他的话 我在新闻上看见了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看见这张卡片 他是你求婚的男孩吗 果然很漂亮 祝你幸福快乐 柳如烟 你会幸福快乐吗 柳如烟来到这里的时候十分狼狈 衣服上沾了些泥土 腰部还有一道枪伤 没伤到要害 只是擦伤了皮肤 但也流了很多血 来的路上一定不容易 看见我的时候 他开心的笑容 往日的音域不在 只留下最真心的笑容 他头一次那么多话 来的路上发生了一点小遗忘 不过那群警察对我挺好的 还打偏了 我可能只有一个小时 他们就会追到这里 不过时间也很来得及 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双赢 或者说柳如烟一开始 就没想过全身而退 我咬着唇 扯出一个不那么难看的笑容看着他 他继续说 我有一个礼物送给你 他打开衣棍 里面赫然是一套白色的婚纱和一套西装 我的眼泪再也绷不住 他换上婚纱 还叮嘱我 不许姑啊 嫁给我那么痛苦 桌上的玫瑰 已经被他摘成一片一片的花干放入浴缸 扑了一片红色 我隐忍地看着这阴影 终究还是忍不住 能不能不要 可这终究是一场死刑 我无法天真的阻止他 而柳如烟一开始就做足了准备 可我不忍心啊 他那么有才华 那么善良的一个人 他还是做了 我哭得更加悲痛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啊 你不应该这么痛苦 我希望他晚年安详 我希望他平平安安 柳如烟有些痛啊 眉头明明皱着 却笑着靠在光滑的瓷砖上 他温柔地看着我 我从未如此幸福 他的嘴唇变得苍白 你知道吗 在你不在的一年零六个月里 我好想你 可我不敢去见你 我怕我会崩溃 可你在我最崩溃的时候 再一次出现了 他的眼泪顺着眼角 滴入黑发 那一刻 我的世界又亮起来了 那就慢一点死去吧 我没有再找女人 那些人是无故的 喉咙里闷出一声笑 我告诉他们 我的爱人有精神疾病 老是以为自己死 让他们配合一下 你知道吗 你好可爱 我哭得更狠 可你永远不会知道 没有你的每一秒 都没有意义 我依旧在哭 他笑得肆意 你好丧呢 想点开心的吧 比如 我们可以一起拍鬼片了 要死啊你 他有些虚弱了 嗯 不过下面有手机 有 苹果都出到二十八了 那我要一台麦 骗你的啦 怎么可能有 他没有再回答 我知道 我的玫瑰即将哭吻 我吻了吻他的手 柳如烟 我爱你 一只手捏住我的下巴 他吻向我 我更爱你